好 我們來關注吳堅道 難道在香港真實上演嗎 他們說了因為現在中共不斷在背後伸出手 透過香港的警方來打壓這些示威民眾 香港警察昨天是舉辦了記者會 不過現場出現了一個人 他混在記者群當中 還刻意對所有提位的記者通通拍照搜證 這個舉動引發香港媒體不滿了 最後大家把這個紅衣女給團團圍住 要她交出記者證 想知道你是誰啊 而這個女生堅持拒絕 但最後身份曝光 她是廣東廣播電視台的記者 先前才採訪過所謂的親中派的反暴力集會 怪了 港警針對濫用私刑爭議舉行記者會 現場記者都搶著舉手提問 現場怎麼有人 卻忙著拿起手機 對準提問的記者一一拍攝搜證 更詭異的是 這名紅衣女子拍完記者的大頭照後 還疑似用微信傳給其他人 怪異行徑立刻被眼尖香港記者識破 將她團團包圍 眼見港警記者會自己成了新聞主角 紅衣女一開始堅持保持沉默 但看到記者們情緒越來越激動 她才終於透露身份 自稱是廣東電視台記者 但為何拍攝其他記者 紅衣女卻避而不打 隨後有人要求她出示記者證 紅衣女更是態度傲慢 隨後在港警護送下 紅衣女離開現場 名片上寫著他是廣東廣播電視台的站長名叫陳小錢 被起底前不久才去採訪香港親中派舉行的反暴力集會 利用記者滲透當臥底 被認為是中國當局的慣用伎倆 之前環球時報記者傅國豪 混入示威群眾拍攝遭到攻擊 被質疑根本是中國特務 現在更有網友對比發現 原來打人的也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位警官 懷疑整件事恐怕是中國官方自導自演 監管有人認為照片可能造假 但掌權者打壓反送中 已宛如無間道 無所不用其極 三連新聞目的導